中国解放军19架军机昨天再次闯入台湾防空识别区 也是5天内第4次这么做 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就敦促拜登政府必须与台湾同在 与自由同在 台湾国防部指出 4款军机进入台湾西南部识别区 也发布了同样机型的军机资料照片 当中多数都是战斗机 除了蓬佩奥 美国前驻日大使参议员哈格蒂 也认为在阿富汗撤军行动后 中共和其他敌对势力会继续测试美国对同盟的承诺和决心 就在国际社会评估华府还是不是可靠伙伴 以及对台政策是否要转向战略清晰时 白宫国安会重申对台北当局的承诺 台海和平是印太地区的安全稳定基石 反对任何人单方面改变现况 关于适合